5月16日至19日 巴黎奥运会霹雳舞选赛将在上海举行 这将是继18年富伊诺斯爱丽丝青奥会之后 霹雳舞正式登上奥运会的舞台 说到霹雳舞作为一种街头舞蹈形式 大家的直观感受就是 酷 自由 随性 那么当他做一个体育竞技项目 出现在奥运赛场上的时候 我们应该如何去观看比赛呢 本期美术课视频带你详细了解霹雳舞的比赛规则 首先霹雳舞的赛场为一块8乘8米的强化复合地板舞池 参赛双方分为红蓝两队 轮番上场进行battle 一次battle成为一轮 对决双方每场表演时间不得超过60秒 DJ会在曲库中当场随机播放音乐 常见的Breaking舞曲大致分为三类 Bunk Old School Hip Hop Breakbeat 运动员根据音乐即行编排动作 因为是回合对决 选手还需要根据对手的表现来及时调整自己的动作难度 奥运会的评分系统 以传统的Trivium Value System为基础 包含五个分支滑杆 音乐性 表现力 原创性 技巧性 和完成性 裁判根据运动员表现拖动滑杆进行打分 并给出代表选手的红或蓝色 表示胜出方 面前还将设立一个惩罚按钮来处罚比赛中的不当 完整的比赛流程分为如下几个环节 此次在上海举办的维育赛 到了奥运会 则是会举行循环赛到决赛的部分 32人分为男女子组进行比赛 每组16名运动员按预赛排名 被分为ABCD四个小组 组内两两对决 循环作战 最终按照赢得的回合数以及收到票数等 每组两位胜出选手进入淘汰赛 在下一赛段里 则是按照新的顺序排名 进行对决 四名获胜者晋级半决赛 胜出者进行决赛 分出冠亚军340选手争夺继续 目前我国的霹雳舞整体水平 正在不断地提高中 女子组05年选手刘青一 已经两次在世界级比赛中夺进 男子组 商小雨 七香雨等人 也同样在国际赛事中取得过成绩 期待他们接下来的精彩表现 霹雳舞 作为一项年轻人喜爱的潮流运动 他的加入 也为年逾百岁的奥运会 注入了更多的生机与活力 让奥林匹克永不老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